香港流行藝術家陳以黎 將會於今個禮拜日 在蒙德里公園市 舉辦一個藝術工作坊 名為採瓶外地球 激勵青少年和他們的家長 發揮想像力、藝術感、創造力 將飲料瓶變成為獨特的藝術品 同時傳達廢物利用 保護環境和愛識地球資源的重要信息 陳以黎昨天舉行記者會上 介紹30號他將任教一個專為南家社區 7到15歲青少年設計的藝術工作坊 採瓶外地球 他將以Battlemania藝術畫風為主題 和南家社區喜愛藝術的青少年 進行一次藝術文化交流 從畫中國傳統水墨畫開始 陳以黎八年前忽然得發其想 要把平面創作搬到玻璃瓶上 他自創一種黑白色相間的紋路 美其名為絲路 以思維遵旨自身的思考力和表達慾望 以倡導環保積極的思想理念 陳以黎在記者會現場展示奇彩瓶作品Battletainment 並教導小朋友在瓶上繪畫 他表示 水彩顔料太稀 油彩顔料又太濃 最好的顔料就是丙氣酸 先將選用一種純色 將瓶身投成背景色 變為素面畫布 等期乾了之後再在上面作畫 採瓶外地球活動將會於 今個星期日下午3時半開始 有意者可以致電 323、712、8686查詢相關訊息 天理維持記者孟子民採訪報道